And they are looking at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need lots of votes, not Warner 看了着,底层的温度,精英的视角 我现在正在看ABC ABC现在是有18万人观看 纽约时间现在是6号的晚上22点 现在北京时间是7号的中午11点 洛杉矶还更早一些 才6号的7点30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这个围绕拜登跟川普的这个竞选斗争 马上就要有结果了 拜登应该是没有太多悬念了 但现在最大的悬念是川普会在多大程度上去挣扎 但是我觉得这个挣扎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本来你做的这些挣扎就是在精英体制内 如果说你连这个投票你都不能压倒性胜利的话 前面我说过 这些精英阶层在政治领域 在大选最关键的时候 哪怕是作弊 他是有可能做得出的 他的确有可能这么做 如果说你在争取底层的这个都没有获得成功的话 那你还想通过法律手段去争取精英的支持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样 那欲化不可能 impossible impossible 那我们这一篇金融方向一点 但是也不能说的太细 还是围绕竞选的问题 因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大州 有20张的选票 20张的选票 其实拜登已经超过的幅度已经蛮大了 已经蛮大了 但是川普还是想要斗争 但是我觉得没用 那这个宾州一旦拿下来 拜登 这个拜登直接就可以上总统 直接就可以上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分析 我们也说过的 比如说中美暂时要合作型的竞争 一个是竞争关系 一个还有比较低度的合作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还有一个就是剧烈的冲突 比如说军事冲突 军事冲突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后期的一种冲突 而且我说过这个东西 我们要给他一个判断 就是军事斗争如果来得太早 对人类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它只会带来伤痛 只会带来痛苦 最好的竞争办法是 战争引而不发 大家相互备战 然后让科技水平急速的提高 像美国搞的互联网 搞的GPS 实际上一开始都是想冲着军方去的 并不是冲着民用去的 那他就想要让军队先用 后来发现实际上美术并没有真正正面的冲突 所以这个有价值的竞争 要来的时间要长一些 再来军事冲突 这是趋势 如果谁过早的引发战争 这个并不合适 这个技术没有进步 然后你倒是带来人类的重大死伤 这个不合适 那至于军事斗争之后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的话 我觉得他更加的偏向于标准的政客 50年的政客 作为一名50年的老政客 他应该会更加的看预期看远期 更加的战略布局 更加战略布局 那么是有短禁利益之分的 那么眼前的利益 眼前的斗争 可能就会放的轻一些 就不像拜登说的 我今天发一条推特 一个小时之内 就让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对吧 然后三天五天之内 大洋彼岸的 比如说TikTok的母公司 就会一片混乱 我想拜登这种事情 可能会做的会偏少一点 他会更加长远的去布局 比如说更加联合盟友 我们前面说的 更加的联合美国的精英阶层 更加的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施压 更加的在战略上面围剿中国 从这四方面 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偏向于长远的事情 不是说你这个短期发一条推特 就这样去结束的 好 那我们这个说一下偏重点的问题 就是 那我们看这个华尔街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们先说一下川普之前的这个政策 我们说在军事斗争之前 金融战应该要先发生 至少要比较有规模的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发生 包括香港出现震荡动乱 或者说这个出现震荡的时候 6月9号以来 现在已经一年半过去了 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相对稳健 股票还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 人民币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升值 这个对中国眼前来看没有什么大的冲击 这个港元的这个联系汇率目前也还是仍然在保持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里我觉得川普跟这个传统的政客 因为传统政客他跟华尔街的关系就蛮好 就川普可能不太 比如在人权问题他完全忽视了 对吧 在经济问题上 他并没有花很多心思去想这个问题 往这个方向上走 或者说让很多华尔街的人去帮白宫执行一些事情 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就说 每一个地方的冲突方向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说那这个华尔街他如果说要搞中国的话 那当然跟军事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要马上做空中国股市 做空中国人民币 让中国迅速衰败 但是面对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 恐怕这样短时间并不行 并不行 所以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 他拔出来的匕首是不一样的 长短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或者有一些的话 你感觉上并不是一张匕首 反而是一块糖 但是你吃下去之后发现是一个毒药 那所以在拜登当选之后 我想华尔街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可能暂时说不定会从紧密的方向上走 因为我想如果说在金融市场上想要打压中国 可能需要非常长远的布局 在短时间内可能很难很难办得到 因为华尔街实际上包括美国的科技企业 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利益 川普在之前做的时候 就是比较简单的统一的去落实一个事情 但是他也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不知道 试了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做 就是跟中国打贸易战 如果不打很多美国人肯定蠢蠢欲动 不打一下中国肯定得服暖 对不对 肯定得大幅的烂布 但是真正打起来中国是有一点点服暖 没有太强硬在有些地方 但是并没有达到美国很多政客的预期 所以这条路实际上在川普时期的话 现在应该说被堵上 我想在特斯拉来中国上市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川普是一万个不答应 一万个不愿意的 但是没办法 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特斯拉没有来中国上海建工厂 我们就不说美国本土 就全球所有的工业能力加在一块 我说效率 不是说你做不做得出来 做得出来你要卖得出去 价格要合适 本来这种电动车刚开始价格就是偏高的 对吧 只有中国来了中国之后 他才能迅速的抢占市场份额 才能迅速的让成本大幅度降低 然后才能占领这一块市场 所以我想川普是一万个不愿意 我说好了要把工作从中国带回美国 那怎么搞得最后又回去了 还把特斯拉放回去了 当然特斯拉是一个点 一个公司的问题 但实际上在整个贸易领域 美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必须跟中国有一个低度的合作 那我这里说什么意思 就是做外贸的朋友 做贸易的朋友 我想你们可以展示的松一口气 以目前的美国情况跟世界的疫情情况来讲 这个世界的贸易已经对工业品的需求 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是离不开中国的 所以你们的将来的日子应该会稍微好一点 我想应该这一点应该是不会有错的 所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好那继续说金融市场 那金融市场我们说去年一年香港的大半年的时间 香港是中国最长期以来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那闹了之后慢慢的国内哪怕是把一些免税搞到海南 把金融一些这个想搞到上海 虽然并不是很成功 并没有说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金融也是很稳定 这里就说明大陆管控金融方向是有他一手的 比如说这次马云不让他上市 我想至少这个很大的抓手就是国内不想金融出问题 而国内很多高阶官员 像刘鹤跟王岐山就是习近平的左右手 那他们就是金融界财经界的这个高官 他们也对这两个领域 对金融这个领域超级熟悉 所以说是没有太大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香港这一年半 包括刘鹤王岐山他们对金融市场过去几年降杠杆 其实在17年就开始降 这个银行表内表外的业务 P2P的问题 包括现在针对马云一家公司 怕他未来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这些问题金融的方向国家看得很紧 所以从这两面来讲的话 你要攻击中国金融系统 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不是一天就可以吃成一个盘子 一定要什么慢慢磨慢慢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而且还有一个佐证 就是人民币现在正在升值 已经突破6.65了 那这个升值幅度是相当高的 从6.19 7.19一路升到6.65 这个幅度相当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华尔街跟中国可能暂时还需要有合作 当然我们说这里 这个可以提一句军事斗争 那台海方向会不会降温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 有降温的可能 至少比这过去 从蔡英文当选一直到川普经常派航母 在这边游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最激烈的方式 不会走向最激烈的方式 可能更激烈的方式 还是中美的科技暗战 科技暗战 还有包括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反全球化 应该会来的更多 但是在贸易领域 在金融方向上 可能呢 这个最多保持不变 但是不会再严重倒退了 不会再严重倒退 这个世界承受不起 承受不起 好 我现在正在拍的时候啊 这个我就不打算重拍了 就来一个新闻 这个BBC的Breaking News 这个拜登已经发表演说了 这个We are going to win this race 那这个跟我刚才说的 他说的也没有百分之百确定 We are going to 就是我们即将获得胜利 他没说I already 是吧 他没有说already 他说的are going to We are going to 就是他不想迅速的造成混乱 但他又要跟选民跟全美说 我跟世界说 我马上就是美国的总统了 他又表达这个意思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好 那我们继续说 那这个金融市场 我们说我现在非常比较 80% 90%的概率 可以去确定 我就不跟大家闹了 就是很有可能 美国还是 包括西方的资本 还是会大量进入中国 这跟我们之前判断是一致的 现在我把这个比例 更加的往前提升 那为什么这个情况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 中国金融目前来说 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对吧 那在面对美国贸易冲突的时候 中国在金融市场上 确实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浪布 这也是一个事实 然后人民币出现一个抬升 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还有就是 就在这两天 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美国选举的时候 实际上金融市场 这个美联储又保持了这个低利率 百分之零到百分之零点二五 这又是一个低利率 而美国跟欧洲将来还是要不停的放水出来 他们本身自己金融体系就是不停的循环 根本就找不到标的 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讨论过 美国为什么这道琼斯 涨得不如标 不如这个纳斯达克 因为道琼斯没有东西可炒 道琼斯是什么波音公司 是吧 美国的什么基础工业 道琼斯工业指数 工业指数 美国都没有工业了 你还工业指数 工业啥呀 是吧 所以美国是高科技指数 FANG 对吧 这些苹果 Apple Facebook Apple Facebook Amazon 这些公司 最后这些公司 就是 道琼斯工业指数炒了之后 没有标的去 去标准普洱里面找 去那个纳斯达克里面找 纳斯达克这几个大公司都炒完之后 没东西炒 伊朗马斯克 他是一个好标的 把他的公司那来炒 把特斯拉从几百亿美金炒到几千亿美金 炒到四五千亿 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值的工资 他现在再炒什么 大家告诉我 把 再把这个苹果公司再炒高五倍 把特斯拉再炒高十倍 可能吗 那你还不如来中国炒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方向 所以美国方向有什么 有他没有标的可炒的 他不再有标的了 自己已经没有工业了 已经没有工业体系了 而且这个美联储又在放大量的水出来 这个证据够不够 所以我刚才说了中美已经五六六七个证据 在表明西方资本将更大的进入中国 但这我也想 是不是说这跟 我相信刘鹤跟王岐山水平肯定比我高很多 对吧 那我想他们肯定能想到这些 就是担心中国在未来出问题 或者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 咱们呢 先不能把泡沫炒得那么高 让美国他们过来炒 让他们有漏尺 这个理解角度也行 咱们从正义的 从邪恶的 从正面 从反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应该都是 就是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泡沫 还不够大 还可以炒 像我刚才说前面说了这个 像比亚迪啊 像这个 就哪怕是我不是说一两家公司 我是说中国所有的这个电动汽车公司 就是认认真真在说事情的 就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未来汽车已经超过了宝马公司 我说市值啊 不论它的销售额 就市值已经超过了宝马公司 BMW耶 就这样被中国的一个成立才五年的公司 超过了一个百年的公司 你想一下这是啥情况 这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中国的这个很多地方还可以再炒 比如五菱红光 五菱汽车 可以炒的标的很多 大家自己去研究 但我想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世界的电力网络 前面我们做了一集 这个世界的电力网络还是很脆弱的 你要看你从你什么需求 我的手机一天充 两个手机 这个电脑 一天充两三次电 痛苦死我的 是吧 你一定要什么 便携可用 不是说你有电就可以 这个说远了 好我们来继续说回来 那么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变化 应该说我提升了它变动的百分比 这应该我们马上就要去面对现实情况 好 那我们这集总结一下 我们刚开始说了 那节目中间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7号的这个北京时间11点 11点50的时候 这个拜登已经发表全面演说了 就是we are going to win this race 我们将在这场竞选中获胜 但他用的是are going to不是already 他想为自己未来创造一个好的究论环境 应该说他现在上升的概率 应该是提升到99.9% 除非出现其他的意外 比如说川普这个时候 你要是发动战争 某一场战争 用一些法案 你被被迫 很多 胁迫了很多美国的精英 你强迫他们跟着你站队 要不然是很难的 但是这一招是险期 没搞好的话 你就被弹劾 直接被这些精英阶层拿下来 而他如果通过传统的法律手段 这个不现实 传统的法律手段 是美国精英阶层把持的 美国精英阶层所有的全部倒向了 拜登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的 不要再搞了 再搞的话 真的是上台之后 他也是有把柄的 虽然说可能拜登的 听起来更难 更难堪一些 所以说 这场竞选应该说 慢慢的就将落下帷幕 所以我们也为大家开启了 新的方向 就是这个世界的全球化 会不会来到一个更大的逆转 至少我这一集的判断是 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并不会 贸易领域甚至在全球化的方向上 会往前 至少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中国的工业产品 疫情都这么严重 你要活不要活的 你打仗也不一定打得赢 我说其他很多国家 不是中美 你很多日子不一定能过得好 你干嘛跟自己的钱过不去 干嘛要把自己的日子苦哈哈 还是要跟中国贸易 中国也希望这个样子 往这个方向上走 进博会 Mr.习去的 说到这个 我之前还得到消息 有朋友跟我说 他说有一位常委将会到上海 我说肯定不是这个 上海的那个前市委书记 他说你别问了 你在套我话了 然后后来没说 果然是Mr.习去了 这个上海进博会 上海进博会 然后可以看得出中国 知道这个世界需要进 需要出口 中国也需要把这些东西卖回去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还说了 这个金融市场上的问题 就是中国啊 这个股市啊 价值还是比较低 很多资产现在价格还是偏低的 如果说涌入进来的话 甚至有局部地区啊 其他的资产也会上涨 比如说工厂回流啊 比如说这个房价啊 但这可能性极低啊 我主要指的是资本市场 主要指的是资本市场 所以这个可能性蛮大 那这可能性 我就给它提升到百分之八九十 好的 那我们这集关于这个 拜登当选之后 这个全球化的问题 贸易的问题跟金融问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那我们后面可以再说的具体一点 因为现在还是 are going to 并没有already 好 那我们等待already 我们这集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